大家好 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 我是Brian 今天DC Fever 聊天就會和大家討論 一個話題就是 騰龍剛剛推出了X-mount的鏡頭 RF-mount和Z-mount的路還有多遠呢 可能聽到這裡有些朋友會問 以為RF-mount和Z-mount的副廠鏡 市面上都已經有 為何要特意為騰龍推出X-mount的鏡頭 而特意再用這個話題來講呢 其實進入了這個模範的年代 數碼相機已經變成主流很久了 實際上這些新開發出來 由零開始開發出來的新系統 很多時機身和鏡頭 會有很多不同的資訊互相溝通 不像以前的單反年代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機身可能給一些訊號 控制鏡頭 或者收一收多少光圈 最多就是在鏡頭上 拿回一些對到多遠的資料 或者是當時的焦距是多少的資料 其實以往舊系統來說 鏡頭和機身的溝通是比較少的 用一個很簡單的逆向工程 就可以拿到以為機身究竟需要什麼資訊 或者是會給一些什麼資訊出來 可以開發到一些鏡頭 兼容到機身 但是現在進入了這個模範的年代的時候 所有系統基本上都是由零開始 就是完全以數碼方式去發展 所以鏡頭和機身之間的溝通 比起以前的系統其實是緊密很多的 亦都因為這樣 現在如果仍然想利用逆向工程的方式 去開發一些鏡頭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有機會出現比較多的問題 例如兼容性的問題 譬如你出了新的機身 那支鏡頭你不更新Frameware 你是用不到 或者可能新的機身有些新的功能 如果你是三廠以逆向工程的方式 去開發的一些鏡頭 可能已經變成完全不支援 所以如果你是用逆向工程方式 去開發的鏡頭 是比較大機會出現 忽然間支鏡用不到 很多問題 雖然通常那些品牌 都會很快 盡快地出一些新的Frameware 去給大家更新 但是亦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新的系統 很多時候就是用機身 因為我們可能直接在網上 下載了新的Frameware 放在記憶卡上 或者透過USB連接機身後 就可以直接更新到鏡頭 但是對於這些逆向工程開發的鏡頭來說 這個功能基本上是不會容許的 而回答最初的問題 就是為何以為騰龍出X-mount 那麼重要 要講到RF-mount和Z-mount的問題 當然大家都知道 富士的X-mount 其實都發展了很久 雖然它是APS系統 但是可能它的外形上 或者性能的提升 近這幾年忽然間都頗受歡迎 已經可以說它到達一個目標的數目 令到一些副廠都會有興趣 幫它推出一些新的鏡頭 因為很簡單 其實都是計算錢 如果我是作為一個副廠 如果你的系統本身 在市場上的佔有率 都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如果我特意出一些鏡頭 給你這個系統的時候 可能我真的會虧錢 所以現在騰龍去走出這一步 出X-mount的鏡頭 就表示 其實富士在市場上的佔有率 都有差不多了 而事實上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因為現在新開發的系統 我剛才也提過 副廠都會希望得到機身兼容 因為鏡頭和機身之間 真的太多的資料需要交流 中間有一些溝通 可能需要在機身認可你的鏡頭 才會跟你溝通 如果你用逆向工程的方式 可能都有機會騙到機身 但可能有些功能 你基本上都用不到 所以作為日本其中一個大的副廠品牌 你知道其實相機廠很多都是日本品牌 所以他們都會尊重 以為大家都同行 我最希望就是 以為大家合作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騰龍和Sigma 其實都遲遲未有 一些RF或者Z-mount的機身出 而X-mount其實都是在說近年 除了剛才提到各個副廠 可以認為都有錢賺 另外更重要的是 富士自己都開放了這個接環 給其他廠去用 當然了 中間有沒有其他的利益和不同的廠計 我就不肯定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別人的商業秘密 但我相信是有的 譬如騰龍如果要為富士做X-mount的鏡頭 可能某程度上都會給予一些利益 富士 富士才會容許這件事發生 這亦在商業世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既然騰龍推出 大家亦都看到 Cosina或者Fronta 亦都有新的X-mount的鏡頭 重新設計 所以我相信 連Sigma都很快會有X-mount的鏡頭 會推出時面 作為富士的用家 相信就不用特別擔心了 但是今天的主題就來了 原廠官方認可的RF-mount和Z-mount副廠鏡 何時會有呢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估計一下 或者預計一下這件事 其實事情分兩方面 首先剛才提及過 富士廠品牌 其實都可能是等待 那些系統本身 可能要賣到某些數字 他們計算過數有利可圖 才會有興趣去開發這些鏡頭 始終開發都是需要一些成本的 即使我當原廠真的不需要收他任何錢 但是我開發完之後出來 即使賣的數字都蓋不到我開發的價錢的話 對於那些鏡頭品牌來說 確實不是一門計得店數的生意 所以RF和Z-mount兩個 都算是比較新的系統來說 其實我相信 技真副廠都在密合股 但是他們都期望 在街上他們的機身 可能比較流通多些的時候 最好多出三幾個型號 等多些人買了的時候 他們才推出鏡頭出來賣 其實對他們來說 亦都有更大的好處 不過當然事情是相對的 Canon也好 或者Nikon也好 他們自己開發了一個新系統出來 我覺得從他們的角度來說 有點涼難 就是以為我希望我的系統多人用 但是如果我只靠我自己出鏡頭的時候 大家都明白了 正如現在他們和Sony的比較 Sony因為它本身真的開發了很久 這個E-mount的系統 Sony自己的鏡頭群 已經比起這兩個品牌多很多 再加上幾間副廠都有幫它出E-mount的鏡頭 E-mount相機的用家可以選擇的鏡頭 不斷數到五、六十支出來 如果連一些名不經存的品牌 我相信總算都會超過100支 相比起現在RF-mount和Z-mount的鏡頭 只有原廠鏡 而兩個品牌都出了十幾二十支鏡頭左右 可以選擇的數目真的相差很多 但是對於品牌自己來說 如果我做了一個系統出來 這麼快就開放給其他副廠出鏡頭 而其他副廠的鏡頭可能本身 光學上已經設計好了 可能只是改一改一個盤子 換一些電子東西 已經可以用到我的機身上 對於它來說 它開發又快 選擇又多 會不會又反過來 令到自己的系統 自己賣的鏡頭 又受到很大影響 我相信原廠計算這個數目 也算得很重要 畢竟這兩年因為疫情關係 他們自己的生產線 可能都未去到100%的速度 再加上有些晶片就不夠 不夠晶片搞到他們明明想生產這麼多 但是沒有晶片就可能要打個折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不只是這個品牌 很多品牌 這兩年你想買鏡頭 或者買機身也好 是有些難度的 有一些機身或者鏡頭 傻的都知道一定受歡迎 為什麼品牌會來這麼少貨呢 其實問題始終都是出向這些位置 我覺得他們都很無奈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可能他們自己心裏 我相信他們都有計算過 因為起碼我要賣了多少數 才可以開放我的班 給其他廠去生產副廠鏡 他們才有數位 因為如果它開死 死不開放的話 又會出現 因為我這個系統可以選擇的鏡頭 又不夠隔壁廠多 甚至乎如果不夠一間廠 不夠兩間廠 不夠三間廠 那麼多的時候 的用家就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件事都是那句 對於兩個品牌來說 是一件涼難的事 但是剛才我都提過 我相信他們心目中 都會有一個數字 即是可能起碼 賣了多少的鏡頭出街 他們才會 願意開放一個孔出來 給其他品牌推出鏡頭 講到這裏 講了那麼長 大家心急的朋友 可能都會問 肥佬你覺得 究竟何時才會有 這兩個品牌的副廠鏡 即是說真的正式 就是拿了原廠特許的副廠鏡出 因為我自己都會圈內一些朋友 最初我收到的一些資訊 估計有機會是2021年就開始有 但是大家見到 這兩年兩個品牌的產品 都保持著不夠貨賣 我相信兩個品牌 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即是將這件事押後 至於押後多久 我個人保守估計 其實都我想 2022都未必有可能會出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是用這兩個系統 可能都是盡量搶購現有鏡頭先 盡量有錢買得到就盡快賣 不要先等下等下等多一兩年都未必有得用 不過當然另一方面 亦可能有一些我剛才提過 用逆向方式去推出的一些品牌 那些鏡頭好不好呢 這個我個人來說 就未必推薦大家 他們一出就馬上賣 以及即使你買了 用到沒有問題 你換相機的時候 都不要買一部新機回來 那邊就立刻放一支鏡頭去試 因為這些情況 最糟糕的情況 是真的有機會燒相機或鏡 最好最好的情況 始終都是以為你換相機也好 或者換相機也好 你最好就首先 真的要上網查一下究竟 以為對於這支鏡頭 其實有沒有其他用家 用來有沒有什麼負面的評價 真的用來有問題 或者之類 盡量不要讓自己做白老鼠 不要走先死先那些 今天聊聊天 真是很籠統地和大家 吹一下水或者預示一下這件事 如果大家對我說的話 有留言 又或者是自己都想發表一些 對於這件事的一些論點 一些觀點 很歡迎大家在下面 留下留言 我盡量都會和大家 用文字的方式交流一下 我也想知道大家究竟怎麼想 好了 今天這樣 下次再有其他話題 再和大家聊聊天 多謝各位 拜拜